每天早上6点都要去那个日照风 然后去笼罩晨曦 什么夕阳之类的 吸收日月精华 结婚后你又为我做过一顿早饭吗 朋友 私命店 公平起见然后就轮流住 怕仙界的人误会他 怕我娘家的人不喜欢他 就免得他们仙界的人说闲话 有欠过对方的行为吗 有了 因为经常偷偷的背着他去喝熏风上学喝酒 原来你不会是在这个什么百月访吧 当然不是啦 你要喝花酒都放清操 当然没有啦 我们是在边喝酒边聊工作而已 你敢喝花酒 那你也有散过黄吗 我没有啊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